以爱之名为他而战 我是拉科卓马 我今天为之而来的 这个人是我的校长爸爸 因为他 我的人生有了很大的转折点 你好 风哥好 你好 大家好 先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拉科卓马 我是一名创务员 谢谢 今天为什么来天津卫视 为谁来的 为我的校长爸爸 小的时候 我爸爸就很早就去世了 然后之后八岁的时候 我妈妈也得了重病以后去世 之后我还有一个小妹妹 然后我俩就成了一名故 我爸妈去世以后 我是被我大伯收养的 然后收养了以后 他让我去上学 刚好这个校长爸爸呢 在我们那边招生 然后我就被录取了 就来到了这所学校 因为我上学很晚了 然后我感谢校长爸爸 没有嫌弃我 年龄很大 然后就招生我上学 这是一个我的人生的转折点 如果赢得了祝梦基金 这个钱怎么用啊 我想全部捐给我们学校 想给弟弟妹妹们 买点冬天的衣服 因为我们那边冬天特别特别冷 我能感觉出来 这个校长爸爸在你的生命当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对吧 对 他到底做了什么 让你觉得有这么的感动 转变会这么大呢 他在学校里面的时候 培养我 就是比如说在学校里的时候 当班长呀 或者是学生会主席呀之类的 培养我的管理能力 然后初中毕业的时候 我去上海上学 但是那边的招生条件是18岁 我刚好那时候是20岁 然后校长爸爸就给州教育局 还有学校那边沟通 然后之后说了我的这些情况 以后那边的学校都特别感动 然后就破格录取了我 在上海待了几年 在上海待了三年 第四年的时候是出来实习 刚开始过去的时候 我特别不适应 因为我看到身边的人 都是有父母 然后每天晚上 都会给自己的父母打电话 让我报偏 但是那时候的我 就没有那种关爱 然后我当时给校长爸爸 他电话说 我说我不想上学 我回福利院上学就好 然后校长爸爸安慰我 然后教育我说要该怎么样 然后他还来我们学校 就是专门来看我 带了一些家乡的特产 还有一些零花钱给我 当时觉得心里好暖 好暖 谢谢您的家乡 谢谢你们 谢谢您的家乡 谢谢您的家乡 谢谢您的家乡